这么着 掏过来 看了吗 使点劲啊 要不啊 跑着跑着 袋子就开了 把你绊倒了 以后啊 就照着 我教你这样的记 听见没 嗯 记住了 妈 我出去玩会儿 去玩 你摔着啊 哎 这两天真是乱乎死了 简直是摁下葫芦扶起瓢啊 行了 我说你呀 不要老想别人的事 你也该为自己的事想想辙了 老赵那边怎么样了 别提了 想起来我就心烦 老赵坚决不同意周丽 说出那些条件 说是那是威胁他 他咽不下这口气 我坚决同意老赵的想法 来嘛 凭什么按他说的去做呀 我的钱 我的房子 我给你是人情 不给你是本分 至刚这媳妇 拿这个做条件也太过分了 你说 现在事情啊都挑明了 可俩人僵在那儿 谁也不肯让步 这么一来呀 人家就会认定 是我在背后捣鬼 说是我看上老赵的钱和房子了 可现在不是我不答应啊 是老赵憋着那股劲就是不肯答应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我有个办法 你呢 就去接道办 让他们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也许行啊 那帮老太太 对儿女妨碍老人在婚这事 可上心了 那要实在不行 你就到法院告诉他 那可不行 我可不能去 要是那样 那街坊邻居 那还不都得知老赵那点矛盾了 说他儿子和儿许不孝顺了 你说我要那么做了 那一家人往后还怎么见面啊 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不能因为这点事 让他们一家子在住人面前难堪吧 要是那样我心里能好受吗 你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 你说怎么办 那你说这事就这么算了 我这些天也在琢磨 可琢磨来琢磨去 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我和老赵啊 真应了那句话 有缘无分 要真是那样啊 那就下辈子再说吧 我认命了 不是 你喝水吧 谢谢你啊 算起来 你已经救过我两次了 特别是这一次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恐怕真的活不成了 你千万别这么想 人活着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如果要都像你这样 遇到点什么难事就想不开 地球上早就没人了 你总这么劳关吗 你总这么劳关吗 也不是 我原来也有个 跟你一样的想法 在监狱的时候 我自杀过两次 一次是吞钉的 另外一次 是用摩肩的牙刷 搁自己的手腕 你看 你看 后来 被我打残的那个人 他爸爸到监狱来看我 他对我说 小子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会恨你一辈子 可是 我又得感谢你 感谢你没把我儿子打死 最起码现在还有人看见我 能管我叫爸爸 从这以后 我想了很多 我想到了我妈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活着 很长时间没说这么多话了 很长时间没说这么多话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歇着吧 爸 爸 吃饭了 我不饿 你们先吃吧 那成 待会儿您什么时候想吃了 跟我说一声 我给您热 我给您热 不吃啊 老小孩嘛 朝小孩平心了 饿了就吃了 那我再去叫一下吧 行 别 谁啊 好 张主任 吃饭呢吧 对对对 请请请请 张主任来了 你爸呢 在里屋呢 您找他有事啊 没什么事 就是顺便上来聊聊 我给您教训啊 好嘞 爸 爸 好啊 张主任来了 找您有事 张主任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您吃过了 没事 你说吧 什么事 哎呀 是这样 最近啊 我们居委会 接到一些居民的反应 说是你们家啊 因为老人想再婚 受到无理阻挠 所以啊 我们就过来看看 调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 什么需要我们帮忙 帮助解决的 这话谁跟你们说的呀 谁说的也并不重要 关键要看啊 情况是不是属实 如果真的属实 那我们就要按 老人的基本保障 方法来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 我知道了 那老徐太太跟你们说的 是吧 好 既然来了 那你们今天就好好看看 仔细看看 我 一没有虐待老人 二没有干涉老人的自由 结婚分家 那是我们的家事 是我们的隐私 我犯得着跟你们说吗 你别激动啊 这种事我们也不会过问的 什么意思 既然找局委会的人来调查我 我怎么了 我犯哪条法了 好 我今天就可让你们随便问了 但是啊 你们必须得给我问出个道道来 否则我绝不答应 我周理不能评评我 我背这么个黑锅 这日子 真是没法过了 张主任 真的没什么事 都是家里鸡毛蒜鼻子小事 谢谢你们关心 请归办 谢谢 我走了 找个外人来调查我 我怎么了 我对你们老照的怎么了 我了 一边去 不行不行 这怎么能行呢 哪让你们俩一起出嫁的 绝对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国外就有这样的例子 国外是国外 咱们这是中国 大妈 你就答应了吧 大妈 这件事情啊 我跟陈妮两个人 已经商量过很长时间了 我也觉得挺好 你看 你们俩之间 经过了那么多 磕磕磕磕的磨难 如今呢 你们之间的感情 可谓是 不是母女 圣似母女 现在机缘巧合 又可以让你们再续 婆媳情缘 这多难得啊 这简直就是一段 局势佳话 这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呀 咱们现在拘手表决 快 三比一 四比一 就这么定了 陈妮快 别别不哭啊 周立 你干什么呀 你看把孩子吓的 还不哄哄孩子 要哄你自己哄 就算我嫁到你们家来 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这么多年 就算我没有功劳 装个点鼓劳吧 现在可倒好 居然为个不相当的老太太 叫街道的人来调查我 询问我 今后我还怎么在这院里住 人家不是没说你什么吗 别闹了 烦不烦呀 你说谁呢 我闹 我烦 行 我算看明白了 现在这个家谁都看我不顺眼 是不是 谁都嫌我烦 我做什么都不对 对吧 行 赵主哥 既然这样 咱俩离婚 不过了 躲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躲不过 妈妈陪着 不对 周丽 妈妈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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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田田 我们娘俩一起走 省得爱你们的眼 周丽 走 田田 周丽 老夕 这些天天见不着你 干啥去了 家里有点事 现在好了 没事了 你先忙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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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嘞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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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钱呐 你也在这儿呢 好嘞 等你啊 等我干什么呀 老徐说你老躲着他 怎么回事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对了 我忘了 您现在是娘家人 你别打岔 说正经的 怎么回事 老秦大 我现在真的 有点累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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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外边封到里边坐吧 外边封到里边坐吧 我不怕 你怕 晚报 新来的晚报啊 晚报 新来的晚报啊 晚报 新来的晚报 晚报 新来的晚报 就因为这个你不理老西了 怎么说他都不应该这么做 你说你还让我怎么 这次怨我 怨我 是我让张主任上你那儿去的 你 是你让他们去的 不是 是啊 这还能有假吗 是这样 我呀看你们两个江那儿啊 我着急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跑街道去了 你看 你可这事闹得真怨我 真 真怨我啊 行了 老冤家 老伙计 嘎子解开了 你俩该好了吧 还是算了吧 别递离不让人 别递离不让人 我不都跟你说了是我让人去的 你怎么还没完啊 这老秦啊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啥意思啊 你想 我为了自己结婚 而让儿子离了婚 那我成什么人 我今后怎么面对枝刚呢 算了 我也想明白了 我这辈子啊 就人命 你 我说 我说你们两个人 怎么都会这一套啊 算了 不说了 这 我回去了 你怎么这怂脾气跟我一样啊 都累了一天了 都累了一天了 你回去早点休息吧 好 我想去看看秦大爷的 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给他买点水果 没事 秦大爷那人你还不知道啊 刀子嘴豆腐筋 我看他好几天没下楼了 我有点不大放心 天凉了肯定是风湿病有犯的 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他一定会挺高兴的 那好吧 那咱先去给他买点东西 行 走 走 安子 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等给你秦大爷 织完这两个护腿 妈给你织身毛一毛裤好不好 好 我喜欢 喜欢红色啊 那咱们就织红色的 妈想起来了 明年是你北美年是吧 可不就得穿红色的吗 妈今天下午就带你买线去 现在就去吧 看妈你急的 这个护腿啊 马上就织完了 吃完中午饭 下午咱们去 好 有人 我去开门 去吧 谁啊 好 傻人在呢 我爸在呢 我们家就我跟我妈 没有你妈 这刚来了 快上屋吧 就在这儿说吧 咱妈 说句心里话 我对您和我爸的事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你们愿意在一起 觉得高兴 我们做小魏的 没什么可说的 可是 可是您不能光顾着自己高兴 而不过我们小的死活吧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前前街道的人到家去了 说我们无理阻碍老人的再婚自由 还说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就要根据老年基本保障法 来维护您和我爸的合法权益 大妈 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 您没必要到街道去告黑状吧 我没有啊 我没去街道啊 不是您去街道告的黑状 难道是我爸去街道告的黑状吗 或者我跟周立疯了 自己到街道找主任告的黑状 直刚 我真的没去过街道 好好好 我不跟你强强这事了 反正现在周立为了这事 已经一下出走了 还放下话说笑和我离婚 大妈 现在您跟我爸的合法权益 是得到保障了 你们也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由了 可是我呢 我四十几岁的人了 现在媳妇跑了 孩子也没了 谁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啊 怎么会这样呢 大妈 就算我求您了 您行你好放过我们这家人了 啊 什么罪没受过 什么事不能忍 何必因为咱自己的那点念想 就坏了孩子们的好日子 那是老家该干的事吗 反正现在周立为了这事已经一下出走了 什么 还放下话说笑和我离婚 大妈 现在您跟我爸的合法权益 是得到保障的 你们也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由了 可是我呢 我四十几岁的人了 现在媳妇跑了 孩子也没了 谁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啊 老一样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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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 嘴 是大梁啊 嘴 老二 老二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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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大梁 齐大爷 这脸色不太好啊 怎么了 刚才我不是有点 真是 齐大爷 我跟大梁想过来看看您 是 里边说话 好好好 来进来进来 走 来来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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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点 您就别忙了啊 你说你们来就来呗 还买什么东西啊 李宇非要买 那谢谢啊 你妈还没回来啊 打电话了说过来她就回来 大爷 这两天怎么没下楼里弯啊 这天一凉啊 人就饭了 那要不这两天晚上我过来陪您吧 不用不用不用 小雨啊 小雨啊 最近身体好点了吧 好了 没事了 好好过日子 你说闹腾来闹腾去的伤的不只是别人 自己心里也难受 你说是这么理是吧 孩子 来 来了 吃安子 安子 快进来来来来 来来来 安子看看看 你大亮哥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快 来 怎么不高兴了 谁惹你了 我 我找不着我妈了 安子 你不能这么天天老缠着你妈 你妈还有别的事要做呢 没准出去买菜去了 待会儿就回来了 她没去买菜 都是 都是那个赵志刚 她 她把我妈气走了 我妈不会回来 这 这那 这刚找你妈干吗呀 她 她说 她喜欢要跟她离婚 说让我妈行行好把她放了 我妈也没抓她呀 没抓怎么放啊 宁宁 这墙 好 我回老家去了 你们不用费心着呢 也不用为我担心 离开老家快一年了 我也该回去看看吧 我说咱们别这么干坐着 赶紧想办法把她找回来呀 怎么办啊 从她走进这个家里的第一天起 她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想要离开 因为她觉得这不属于她 这不是她的家 我们猜疑过 争吵过 哭过 笑过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彼此慰藉 彼此依靠 没想到最后我还是走了 那么坚强的一个女人 她要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她也不会这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走了 看来真是被你们逼得走头 你这两个不孝的东西 一唱一和 欺人太善 我找她们去 拉不出使了愿包坑 但凡你是个有刚性的人 能给自己的事做主 她能有今天的这事啊 想吃甜蜂蜜 又怕被蜂子折 你前怕老后怕虎的 真不像个男人 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给你们看看 我亲自去东北找她 找不着我也不回来了 至于那两个混蛋糕子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也不管了 赵大爷你别激动 你也不知道我妈的住址在哪儿 你怎么去找她呀 那你赶快给我呀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得给吴汤一大舅打电话 才能知道 那你赶快打一个 今天时间太晚了 明天一早吧 明天一早我就打过去问 打好了 马上告诉我 放心吧 我还是给你一块儿去吧 不用了 我觉得这两天秦大爷状态不太好 你在家好好照顾他啊 见了大妈替我说声对不起 让他一定要回来 我知道 还有 跟他说 我爸现在后悔死了 地址问到了吗 这么早 赵大爷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我早就准备好了 走吧 让我爸跟你一块儿去吧 好吧 老秦 秦大爷 秦大爷 老赵 你可一定把老秦找过来啊 你甭管孩子们怎么想 他们爱怎么样就随他们去呗 只要你们俩 在有生之年过几天好日子 那不比什么都强啊 人家年轻人是按天按月过 咱们就得按分按秒了 还能有几天折头头啊 老秦 你别说 我知道该怎么做 老秦 老秦 受了一辈子苦 老了老了 碰上你这么个知心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 别带委屈的了 别带委屈的了 好 是啊 那说明啊我跟这房子有缘分 你样子还没找到夏家 我接着租行吗 行啊 只要你想住那儿 就算天王老子来 我也不租给他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行 那咱就这么说好了 好 那快进屋 走 走 大爷 你应该吃药了 好好好 有点烫 你看看还得麻烦你 应该的 等会儿吧 那就凉会儿吧 我正在这琢磨呢 这个赵大爷啊 就是太软弱 太没有主心果了 您就别想那么多了 一会儿喝了药早点睡 大梁啊 我看你跟林雨这丫头 是不是那个 你可得想好喽 我想好了 按说林雨这丫头 也不是什么坏孩子 也不是什么坏孩子 他就是办事不经脑子 想起一出实一出 如果经历这么多事 他也应该接受点教训了 你妈知道吗 我打电话跟他提累嘴 他也没说什么 还是你们年轻人有冲劲 自己想要什么就努力去争取 不管旁人那么闲言碎语 这就对了 我自己想要嘛 可别像你习大妈和赵大爷那样啊 看着多让人家揪心 大梁啊 能看着你有个自己的家 我就放心了 记住啊 一定要像个男人一样 好好带媳妇 你放心吧 行了 这我就自己来吧 你呀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吧 不是 不是说好了 我今天晚上陪着您吧 我在客厅里 有什么事你叫我 行 你歇着吧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咱俩 纱一盘吧 汉子 今天不玩了 不玩了 汉子 记住喽 你看我 看着我 我这儿啊 有两样东西 你看我放哪儿了 你看 我放这儿了 记不记住 记住了 如果我不在 如果我 如果我不在家了 你记住把这个东西 给你妈 一定要亲自交到你妈手上 记不记住啊 记 记住了 好 汉子肯定能记住 汉子 你大亮哥呀 这两天 天不亮就去取报纸 你这两天 陪着秦大爷在这儿住呗 行 好 好 好孩子 我歇会儿 好 想问你一下 红旗街四排八号在哪儿 五十多岁 麻烦问一下 文姓齐的 五十多岁 住哪儿啊 四排八号 你这儿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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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爸 爸 你怎么扔先我说走就走 你不要我了 宁宁 你怎么找来的 小夕啊 不过我们不来得好 你打算在这儿躲一辈子 我知道 都是因为我 才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都怪我 做事没为你考虑 千做万做都是我的错 兰花 我请你原谅我 老赵 我没有怨你的意思 我就是不想让孩子们 为了咱们俩的事太为难 妈 赵大爷 其实你们两个人谁都没有错 错就错在有些人 因为肆意蒙蔽了心智 我和志强都支持你们两个人 为由你们这样的长辈感到骄傲 你们两个人看 这夕阳多美啊 就像你们一样 正是好时候 我们做晚辈的 特别希望你们能好好的 真的 秦大爷 吃饭了 志强来了 你先放那肉 我不想吃 秦大爷 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没事 就是看这天凉了 这花儿草的 这花儿草的 该黄的黄该老的老虎 心里不是个滋味 其实人跟这花草一样 早晚都得夜落归根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啊 没想到 你还这么多愁善感 这些花儿草的 再过几个月 不就又绿了吗 是啊 再过几个月 花儿草倒是绿了 可人要是想再绿一回 就得下辈子了 不说了 今儿吃什么呢 那 有焖豆角 还有萝卜炖牛奶 好好好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多吃萝卜 骨气 好 也不知道 他们在那边怎么样了 你放心 秦大妈一定会回来的 好安的 下楼下找大梁去了 你说他一个大小伙子 能跟我这老头子坐得住啊 甭管他 饿了就回来找饭吃来喽 好安在这陪着你也不丁事 要不然晚上我过来陪您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说我能走能动的 你这让什么人陪呀你 我让安的在这儿住啊 也就是给我姐哥们儿 这人老了 就是怕老蛋 少年夫妻 老来伴 伴 老爹 我不冷 深秋了 你看露水凉 你别再冻着 我没事啊 老赵 咱们真没错 孩子们不都说了吗 谁都没错 你这次不辞而别 让我彻底的醒悟了 你没错 周莉也没错 那孩子啊 对我 对志刚 对孩子 一心一意 从没二心 是 她把钱看得重了些 那也是因为志刚不争气 如果志刚能做得好一些 能让自己的女人心里踏实些 或许周莉不会干出那么多极端的事 要说错呀 就错在我跟周莉 站在独木桥的两头 谁也不肯先退一步 其实先退一步 让对方过去怎么了 结果大家都过去了 结大欢喜 多好啊 老赵 你能这么想 我就彻底放心了 咱们回去吧 走 安子 睡了吗 安子 好啊 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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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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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大爷 你快点啊 秦大爷 你快点啊 我 我快尿裤子了 秦大爷 秦大爷 你怎么睡着了 秦大爷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秦大爷 秦大爷 你怎么了 秦大爷 秦大爷 你怎么了 秦大爷 我知道了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是志强吧 出什么事了 谢谢 麻烦你们能不能快点啊 好 医院的电话打完了 还有通知派出所 对了 要想办法通知他女婿 对了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嫂嫂 你回来了 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昨天晚上的事 你怎么会这样呢 太突然了 不应该呀 大大哥 来人了 秦大爷 快醒醒 外边来人了 快醒醒啊 别 别睡了 都来人了 快 快 安子 别叫了 秦大爷他不会醒了 你 你骗人 他能醒 秦大爷还说跟我下琴呢 秦大爷 你别睡了 赶紧醒醒 咱俩 赶紧醒醒 安子 你别闹了 我没骗你 秦大爷他去世了 你明白吗 去世了 我也别追上旁边了 你啊 那以后谁跟我下琴啊 怎么样 该通知的 我都通知到了 怎么会这样的 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怎么回来人就 人就没了呢 秦大爷是突发性的 大面积心情恐色 后来发现的时候他已经 不过他走得很安详 没受罪 老秦大爷 你不应该呀 不应该呀 好安哪儿 安在哪儿去了 刚才还在呢 别着急 我去找 好 我没骗你秦大爷他去世了 你明白吗 好 我这儿啊 都是两样东西 如果我不在家了 你记住把这个东西 给你妈 一定要亲自交到你妈手上 记住 记住 好安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不找我妈 不找我妈 就说明我已经走了 自他认识你以后 我好像从来没对你说过 谢谢这两个字了 今天 就让我在这封信里跟你说一声 谢谢你 你是个难得的好女人 老赵比我有福气 关键是他身体比我好 不会让你担心 他能一直陪着你再往前走很远 你们俩今后 一定要好好过 你们不用为我难过啊 大夫说了 我这病 要是犯了没能及时救治 也就几分钟的事 绝不会遭罪 我宁可这样随时一走了之 也不愿意让他们给我 开膛破肚的做什么支架 人各有命 生死在天 老西 要是有缘分 咱们下辈子再见 老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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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和老赵说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俩都会在一起 不是说好了吗 你来做证婚人 你怎么说了不算数啊 老秦 老秦哪 老秦 你这心思我知道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 老秦 你一路走好 不算数啊 不算数啊 我回来了 不算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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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小库 你来 那个 和殡仪馆都商量好了 下周火化 你看你那边还有 有没有意见 没有了 就按你们事先商量好的办 还有一个事 老秦临走的时候 留下了这个 你看看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也是刚知道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他又不是无亲无故 他至少还有一个小外孙子吧 他怎么可能 把所有的遗产留给外人呢 这个遗住有问题 你凭什么怀疑 这份遗住有问题啊 秦大爷在世的时候 你来看我那几次 你要实在不相信 可以自己到工程处查去 我当然要会查 如果有必要 我还会告到法院去 你想怎么做随便啊 但是希望你 能够让秦大爷安安静静地走 然后不管你怎么做 我们都会奉沛到底的 这样 把遗住留下 把遗住 你们都先回去吧 我们在这陪陪你们秦大爷 妈 别太难过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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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说这秦大爷平常看见身体挺硬的 怎么说没就没了 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这人哪 真没法说 我可警告你了 别再出什么摇壳的事了 抽风啊你 你站住 干吗 我有话跟你说 说 秦大爷的事你可都看见了 咱爸比秦大爷虽然小两岁 但毕竟 算了 别的我就不说了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否则的话 否则你想怎么样啊 当爹的能为了自己的儿子舍弃幸福 我这当儿子的总不能为了自己的小家 不顾老子吧 他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只要他们乐呵高兴愿意 就有场去 周琳 就算我求你行吗 那我也没说不行啊 你说过 有你这句话就行 真是 生死一现见 从此 咱们就阴阳两阁了 抱歉啊 我在想跟你办两句嘴 我都找不着你 你怎么说走就走 你真忍心 扔下我们这把老黄学不过 抱歉啊 别太难过了 老秦在这儿看着咱们 他肯定不愿意咱们俩这样 老秦 老秦 我说得对不对啊 原来 我想不开 总想着不能让小辈牵着鼻子走 那样挺没面子 挺丢人 现在想起来 我挺恶笑啊 现在我想明白了 只要在剩下的日子里 我跟老秦在一块儿 比什么都值啊 你说是吧 你说秦大爷为什么这么做 之前连一点仙照都没有 你看 他不仅把遗产留给了你 同时也把责任留给了你 你需要照顾好好安的生活 就算他不把房产留给我们 难道他让我们这么做 我们还能不管好安啊 这是两码事 秦大爷凭什么 要求你照顾好安呢 在这个问题上 秦大爷不得不想 他这么做呢 一方面确实是 担心好安的生活 还一方面呢 也是想把房子留给你 我还是想不了 那就别想了 不过 我倒是觉得 秦大爷的真实想法 是变相地想把房子留给你妈 你和好安 只不过是个托子罢了 那按照你这个解释说 秦大爷这么做 是怕万一你爸爸和你嫂子闹僵了 然后和咱们住在一起也不方便 所以才把房子 可能都有吧 看来秦大爷在做决定前 已经深思熟虑 全部考虑到了 想开点吧 谁都有这么一天呢 妈 我先去报庭 你先回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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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吕 怎么了 你说老秦头这么一走啊 以后再也听不见他数个人了 是 行了 你也别难过了 走 秦大姐 我想问你点事啊 你说林雨和我们家大梁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大梁竟然就要跟我说 他想跟他结婚 这事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老李 你们家大梁真是个好孩子 这阵子她没少忙前忙 后的帮忙 我先问你一句 你相信你儿子吗 那还用说吧 我们家大梁 要不是从小没心眼 一时放红 帮助别人打了架 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 那不就结了吗 你相信你儿子 就相信他的眼光 他不会看错人的 可林雨那是二婚哪 这我就不说了 再说 当初他和志强离婚的时候 那是因为你 老李 人这辈子 谁不兴犯点错 错了改了就行了呗 人跌倒的时候 都需要人拉一把 你拉他了 他站起来就容易点 你不拉 他兴许就站不起来了 就那么趴着了 老秦当初对大梁 就这么做的 他坚持认为大梁是个好孩子 处处理会他 这事我都听说了 算了 随他们去吧 你放心吧 林雨那孩子会小心你的 但愿吧 老秦的事办完了 咱们俩也该完成他的心愿 今天晚上我就跟他们谈配 先不着急 怎么了 不都说好了吗 你先看你这个 什么呀 老秦的船票 还真告了啊这个女婿 老秦这是办的 是有点突然 要是不把这事解决了 我的心老是悬着 那俩孩子怎么说啊 谁知道了 你说这俩孩子 就像商量好了似的 一副不着急不着荒的样子 这就对了 着什么急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之 好 那咱就先不着急 林雨和大梁的事 咱们也帮着说话说话 孩子好歹管你叫过一回爸 他一时糊涂犯了错 以后不犯不就得了吗 在这儿他又没什么亲人 咱们要是不帮他 谁帮他呀 行 我听你的 我不去啊 怕什么呀 自己长得也不难看 还怕见婆婆呀 我真的不去啊 让我妈到这儿来 那更不行了 哪有让长臂来看我的 那你就赶紧收拾收拾 现在就去吧 好吧 老李啊 我们还要跳老年级舞呢 你也来跳吧 你们还跳呢 跳舞啊 而且一定要跳出了名堂来 就算是为了老秦 咱们也得跳 说得好 不但要跳 还要跳出名堂来 将来还上星光大道呢 忙 赵大爷 喜大王 王叔你们都在了 哎 哎 哎 爸 进来吧 喂 进来 老李啊 有个事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李女这孩子呀 父母过世得早 也没兄弟姐妹 我就认她干闺女了 将来等她跟大梁结婚的时候 我可就算娘家人 你同意吗 哦 行啊 妈 我今天带林雨昕呢 就是要正式跟您说一声 我们俩要结婚了 王林 你们自己的事啊 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只要你们能过得好 我怎么都行啊 谢谢妈 谢谢妈 林雨 坐吧 妈 其实我觉得您也应该学学习大妈和赵大爷 给自己找个称心的老伴 你这孩子疯了吧你 妈叫我 真的 我说的是心里话 你看我和林雨将来一定会孝敌您 但是我们能给您的毕竟有限 您应该有一个称心的人来陪着您 这样我和林雨都放心了嘛 黄叔 您一直都喜欢我妈是吧 不是 那个我 我 我 不是 我 我什么我你 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你就给人吐坏话上了 你就给人吐坏话上了 老赵 你现在知道说别人了 忘了你自己当初磨磨叽叽的时候 我 我 我这就开始哭上了呀 觉得行吗 你想好了 嗯 嗯 嗯 行 只要您想好了就行 谢谢您 啊 快点烫着啊 嗯 好 快点这烫着啊 我IZ 也不知道他们去法院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秦大爷的那份遗嘱做我公正的 陈宁他们肯定会赢的 这对婆媳真是难道的好人 这下好了 他们又可以做婆媳了 做回真正的婆媳 大良 你说这很多事情 是不是命中的注定好了呢 你说咱们俩 我有个主意 要不咱们也学习大妈和赵大爷 跟我妈和黄叔他们 一块举行婚礼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请你谈 好 下面开始宣判 经过法庭调查取证 最终镇定秦夷的遗嘱 合法有效 现判决如下 陈宁合法拥有秦毅的所赠房产 夺回布国安的起床 双方如有异议 于十日内向上级法院提起申诉 现在说些什么 法官 我想提一个请求可以吗 什么请求 我想放弃秦毅的遗嘱 你的意思是 你不想接受这份遗产赠云 对 我放弃接受遗赠的方产 但是我会遵守 遗嘱上的另一项约定 签署负责 对好安的监护协议书 可以吗 这 这当然可以 那这份遗产 就要按护遗嘱处理 由它的直系 或见解其数进行 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小语 老不老 不老 你老不老 我也不老 这天以后越来越凉了 以后再上火 你就别跟着我了 别冻感冒了 那不行 我得跟你一块去 你不知道怎么办就好办 这一本杂志的利润 你应该十几分报纸呢 行 只要你愿意我就听你的 坐好了啊 嫂子 等一下 等一下 没关系 嫂子 那个 大梁 你先门口等我活 我一会儿就过去 那不用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不行 等我一会儿 我跟嫂子说几句话 嫂子 小语 你真的打算跟大梁好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 这么踏实过 大梁是个好人 好人 人怎么样算好 怎么样算坏呀 嫂子 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一直想要去找你聊聊呢 可你总也不回来 你怎么样 现在过得好吗 你看我现在这样想好吗 我想不明白 忙里忙外的操拾了半天 我图什么呀 现在搞得好 落个礼外不是人 我真想不明白 以前你老劝我 今天我也劝着你 凡事应该往开了下 这些年 你对大哥和对爸的好 你们都看在眼里 你忙里忙外的操吃 还不一心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想 真的 现在呀 也就你还会这么想 他们都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恨不得我真的就离开这个家才高兴 嫂子 其实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 天天天天吵着要找你 大哥整天成为苦脸的 还有爸 他嘴上虽然不说什么 但看得出来 他心里挺希望你早点回去的 他才不会这么想呢 他巴不得我离开这个家 省得我挡了他的好事 你真的想太多了 其实经过了那么些事情 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人活着是不能没有钱 但真的不是只要有钱就有一切 最重要的是心里踏实 能跟在乎你 还有你在乎的人 一起过日子 这一分钱的日子 也要过出一分钱的乐 嫂子 你想想 这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 能成为一家人 那得是多大的缘分呢 是吧 小语 你现在真的变了 我也觉得我自己变了 你回家吧 天天需要你 大哥需要你 老婆 你刚才的表现完全像个大英雄 我更爱你 我也觉得我那一刹那 好像整高了不少似的 明明 真是妈的好闺女 妈 我儿子也不错啊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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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咱们这是又开一次家庭会议 说的事呢 还是我跟你 媳干妈的公事 我们俩已经想好了 现在什么也不能独知我们俩在一起 我们要结婚 而且是马上 这是我所有的存折 银行卡 和房屋变更登记的委托书 你们都看看吧 爸 别着急 等我把话说完了 至于怎么分我就不管了 不操那份闲心了 我们决定下个月的初九 举办婚礼 到时候 希望你们都能来 我这么说行吧 行 至于我们结婚之后住在哪儿 我们都想好了 出去自己租房住 以后老了 病了 走不动的时候 你们来看看我们 我们就知足了 爸 看您说的 我们怎么会不管你们的 这要哥和嫂不反对 你们哪儿都不用去 就住我们那儿就行 不用了 我们都有退休金 再说都这把岁数了 就不跟你们一块产活 妈 你们可不能这么做啊 你们要这么做的话 让我跟志强还有哥哥嫂子 以后怎么做人呢 就是啊 爸 您不能老考虑自己 您也得为我们想想 我还考虑自己 也没考虑你们呀 我要光考虑自己 我不至于现在成这样 爸 您别说了 也别怨至高 都怨我 我错了 赵 这把岁数了 难道还不如孩子了 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都能理解 真的 谁还没点私心呢 只是 我跟你爸在一起 真的不是图他有什么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问过他有多少钱 也不想知道他有多少钱 因为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跟你们的爸爸在一起 觉得幸福满足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你们别以为 谈情说爱 只是你们年轻人的专利 其实 我们和你们一样 也需要谈电情 跳跳舞 跟自己做个伴 我们也需要交流 需要关心 是那种真正的关心 不是那种敷衍了 当然 你们都忙 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们 也跟我们聊不到一块去 这些呢 我们都能理解 所以 我们才想自己找个伴 找个能互相交流的老伴 你们现在还年轻 跟你们说这些呢 我们还体会不到 有一天你们老了也许就懂了 行了 今天该说的不该说的 说了不少了 就这样吧 明天 你把户口本给我准备好 我跟你习大妈去登记 咱们走吧 我说这够吗 要不咱再买点吧 够了 现在谁还吃那么多糖啊 不怕得糖尿病呢 差不多 我也看出来了 我现在这地位啊 大不如前 基本上属于说话不算数那边呢 原则问题 还得听这个当领导呢 我呀 也就是管管产品油盐酱酥茶 属于透气服务者 不 您给自己做的不二口不小 我这干了一辈子了 才是个车间主任 还是富的 您上的就是务场啊 哎 你快看 哎呀 真笑了啊 你说要穿这么件衣服结婚 那该多提提呀 可惜啊 咱们没赶着好事吗 那可惜什么呀 你要喜欢 咱也买一件 得了 我要穿她跟你结婚 那不真成老妖精啊 那怕什么呢 哎 你也有怕的时候 你倒不是怕 听说啊 吃下衣服 好几千块钱了 精神这么一回 你知道 太贵了 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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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样 我对你的审美充满信心 那就定这款吧 小姐 我把纸送给你 大概什么时候呢 我改出来 一般来讲 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 这么长时间啊 要不我们帮你家地处理 不过你要多支付一些费用 这没问题 只要你们 按照我们的时间 改出来就可以 妈 妈 你跟喜大妈 还是别出去玩 就住家里吧 再说吧 老秦 我们来看你来了 我和老赵 宁宁 志强 还有郝安 我们都挺好的 你就放心吧 齐大爷 我和老赵 你 正面有人跟你下棋吗 现在都没人跟我下棋了 他们 都忙 大良天天跟李宇玩 都不跟我玩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下棋啊 要不我去找你吧 安子 别说了 等忙完这一阵 大爷陪你下 赵大爷 赵大爷 每天陪你下棋 真的 跟你下棋 没意思 我还愿意跟秦大爷下 安子 你秦大爷不能再跟你下棋了 他死了 死我懂了 就是再也不能回来了 妈 我要是爷死了 是不是就能看见秦大爷了 安子 不许胡说 你要再说这话 你秦大爷听来了 该不高兴了知道吗 哦 我知道了 安子 对不起 妈不该这么喊你 对不起啊 我知道了 我 我再也不找秦大爷了 他变成小旁儿了 跟我妈一样 他再也不会回案了 是我 老秦哪 今天我来 是想告诉你 我跟老秦的事定了 就算明天 放心吧 你 你 妈 您就穿这个呀 多好看呢 你这什么时候买的呀 你就别问了 喜欢不喜欢 喜欢 喜欢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婚纱呀 你好好猜猜 这是你 没错 是我们封赵大爷的指示 特意为您定制的 而且呢 也是我和志强 送给您的结婚礼物 你们可真有心哪 对了 可得改口了 以后别老赵大爷赵大爷的叫啦 知道啦 我帮您换上好不好 来 大家安静 安静 齐时已到 现在有请第一对新人入场 好 现在有请第二对新人 顾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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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好 现在请各位来宾 为两对新人祝福吧 真香啊 怎么办事的事 我以后来的那些事 请 我担你 怎么办事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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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今天 我就把我妈交给您了 你一定要好好待她 好 放心吧 我也把志强交给你了 你们俩磕得早点让我抱上孙子 孙子儿脸型了啊 孙子儿脸型了啊 放心吧 说不好 现在请两对新人 护换纤舞 空缓纤舞 噢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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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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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亲孙女 坐 好孩子 她漂亮吗 亲近奶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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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周莉 到那边去吧 你爸一直在等你呢 我对不起你啊 周莉 别说了 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今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爸 妈 妈 祝贺你们 祝你们二郎 健康 长寿 快快快快 娘 看这儿看这儿啊 来 来等你们啊 走 爹 来 来 爹 来 来 爹 来 爹 来 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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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啊 好 二 一 为什么你从不愤怒 当别人都不能忍受 为什么你从不抬头 一双手握不成拳头 多少年风雨默默成熟 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 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 多少年心酸你都尝过 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 我好想抹去你心底的伤痛 我要你知道 没有你也就没有我 我要你明白 你是我心中的强者 沉默的母亲 白天我们共同奋斗 沉默的母亲 黑夜我们共同度过 沉默的母亲 我要永远守护着你 沉默的母亲 从与我们共同度过 沉默的母亲 白天我们共同奋斗 沉默的母亲 沉默的母亲 黑夜我们共同度过 沉默的母亲 我要永远守护着你 沉默的母亲 我要永远守护着你 沉默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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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的母亲